那次孟多來露營 孟多也坐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試喝 他們家出的紅酒 蠻好喝的 我就隨口說 孟多那 我們找不懂他到底這個 是要還是不要 這樣是要還是不要 本日本人這全國名就是打官槍嘛 對 真的啦 本日本人就打官槍了 這打官槍我們就是天生的 但我們這打官槍就頂式 就是李明川老師一樣 不拒絕 對 不拒絕就是我們的底 對 那我們拒絕的時候 還有一個計較一定要學習 你們一起可以學習一下 日本人怎麼拒絕 所以也是會拒絕的 對 我們其實明明是拒絕 但這個國家當然沒有人懂 所以 沒有人知道 我們在拒絕 沒有人知道 有三個聲音而已 三個聲音 什麼啦 什麼啦 這三個還怎麼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人個性不一樣嗎 所以要試試哪一個比較有效 有三個 什麼 有一點 第二個 稍微生氣 第三個就是 難過死了 拜託 心軟 的A 就用三個A去那個主管 到底用哪一個A才會可以感應到 難怪我剛從日輪回來 活生生寫零零的A喔 我們去買一件衣服 然後我們可能要買10件好了 然後架上只有5件 那我們就買了以後 我們就去找那個店員 就說請問這件還有沒有庫存 因為我們想要買10件 就還插5件 他就這樣 A A 然後他就拿出一個機器 然後就是那個機器可以插 弄半間 對 然後錯 對 很久 至少10分鐘 但我們氣而不責在旁邊等 他就這樣 A 第二名就來了 然後 然後就來了 然後他看我們還在等對不對 他說不好意思 你們稍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好了 然後就進去 然後進去5分鐘又出來 我們等了前前後 快半個小時了 他就說 那他們的A萬用 他說沒有貨了 SIMASE 沒有貨了 然後我們就走了 然後我們一個朋友說 我跟你講 不可能沒有貨 他就是不想要畫出來給我賣 我說不可能這麼強 對啊 時間幹嘛不賣 怎麼我花錢你還不想收 哪有這麼多錢 我們就走完那一圈 再回去那家店看 加上滿了 為什麼 出演你 補滿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賣 他都賣給你 你知道 日本人的邏輯是 我不能都賣給你 這樣別人會買不到 真的 真的 這個我問過日本人 他說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 這樣別人會買不到 可能 公司規定 貨架上要維持物件 所以不能只有贏件 所以不能只有贏件 我懂了 你剛剛講那個A 我整個大色大物 那次孟多來露營 孟多也坐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試喝 他們家出的紅酒 蠻好喝的 我就隨口說 孟多 那機箱去我家 欸 欸 欸 我懂不懂 他到底這個A 是要還是不要 欸 這樣是要還是不要 真的 不要 欸 怎麼還是住給你啊 真的激動 這麼激動 你還是說 你在公司 真的不行 公司 對 你在公司 對 像我之前有一個 也是日本的學生 然後他就想要跟我 回我的婆家 因為我老公是原住民 他想要跟我們一起回去體驗 看看那種原住民 山上的部落生活 然後我們家族裡的長輩 就看到很久沒有年輕人來了 而且是年輕的 漂亮日本妹 他們就把所有的看家本禮 都拿出來 煮了一桌好菜 對 然後第一道端上來 就是 然後他們就是 他就是鼠啦 但是 有很多 但是在樹上 會飛的那種 對 會飛的東西 對 你現在有樹頭人嗎 好像啊 好像 俏皮耶 沒有 你們是不是 真的好像 而且我們那個飛鼠肉 是絕對 招待貴賓才會端出來的 可是 所以日本人不敢拒絕 他就是 不得了了 我們族裡的長輩覺得 他覺得日本妹好像很喜歡 他音樂大聲 他越覺得被鼓勵 對 在端第二道是 那邊跟那個三杯甜雞 鼓勵鼓勵 整個主裡的長輩都要罵好了 超會的 結果他們都要哭了 我們才知道事情不對勁 所以你們有話不直說 就會讓你們吃到不想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做主人的 也很不好意思啊 好像是 好不好意思 可是你知道我終於知道 那個 其實有點是拒絕的意思 對 會說可能你直接講 不要 不要 不行 咱們一起 不行啊 會傷害人嗎 對啊 傷害人會怎樣 傷害人可能我們後續不想 造成任何問題 老公講要跟他發生那個親密行為 然後老婆今天晚上可以來那個嗎 師哥 今天也要挖 今天也要挖 哇 好強啊 而且他講師哥也是怎樣 師哥 妳好厲害 今天也要 今天還要挖 師哥 師哥 好啦 所以A萬用 好妙喔 好 來 說話喜歡打關槍的 容易碰上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有一次呢 我當在歌槍比賽的評委 有一些人呢 明顯是來拿經驗的 有一些是玩的 明顯沒有想要比賽嘛 那妳說一說漂亮話 馬上下一位 那都好了嘛 有一位朋友呢 他就比賽完以後 找到我說 你沒有給我插評 你為什麼不讓我晉級呢 就是打關槍的時候 遇到這種問題啦 我最常常跟那種愛打關槍的朋友聊天 因為他滿口都說 誰可以幫忙 誰可以怎麼樣 他認識什麼人 結果真的需要他幫忙的時候 就說誰能離職啊 什麼的 所以他講的話 之後就沒有人要信 我那一陣子一直覺得 我的臉腫腫的 然後我就一直問男朋友說 欸 我最近是不是臉很腫很胖 然後男朋友就求生日點嘛 就沒有啊 沒有胖啊 怎麼會胖 然後還是過了一陣子後 我真的覺得很不對勁 我才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說我是假妝腺肌能底下 然後我就因為男朋友不說實話 我言後的舊子 當大樓主委會真的很難 如果說你已經說真話了 你還被祝福討厭 然後呢 如果說 你又不幫他們做事情了 他們由於 榮土生絕 好 酒精真的凹不過 七樓的李小姐 李小姐 你那時候叫我幫你去接小孩 你沒時間 我不過就晚那三分鐘 初初大會 你給我批鬥大會 會不會太過分 幹嘛幫他接小孩 對 那是有事 現在有的那個館委會 真的會幫人家接小孩 爸媽在忙 那校車開到門口 那請那個櫃台的警衛 來伯伯去接這樣 然後我就旁邊看奇怪 他怎麼對這個 住戶的小孩這麼好 然後我就急著看 那個小孩跟那個伯伯 長得真相 來 安靜 還是 安靜不單純 安靜有夠不妨 龍下老王 可是真的我覺得 我承認我在打官槍這個世界裡 我有時候滿痛苦的 我骨子裡是說話很直的人 可是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打官槍 又或者是不由自主 你就是會希望大家都是好好的 然後因此我常常會被一些 工作上的可能跟我不熟的人 就會說李明川 因為他很會跟長官打交道 像我之前有一年的一個活動 我接那個活動 通常都是接主持人的造型 但那一年 就開始聽到很多耳語說 一定是因為他很會捧長官的 我們官槍是不能說出那兩個字 原來傳出來的結果是 因為去年在後台 活動上就是有什麼 有煙火 有光雕 有什麼各式各樣什麼無人機 然後因為那年光雕特別漂亮 我就是本人喜歡嘛 所以我就會說 哇 這光雕好厲害 好有創意喔 我在國外才看到這樣子 哇 真的好棒喔 然後因為隔年 就是我接主持那一年的 標到案子的 就是那個光雕公司的人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一定是因為他在後台 一直都在說這個 稱讚多好 再來就是我們有在工作的場合 比如現在現場這個狀態 我們今天人來就好 我們人來就對鏡頭講話 可是呢 你明明知道旁邊這個桌子 怪怪的 你就是覺得他在鏡頭裡很怪 可是我通常是不會講 我都會換個方式說 你有沒有覺得 可能我比較胖一點 鏡頭裡面這樣子這東西 會讓鏡頭看起來 好像我看起來更胖 你可以把它先拿走 這樣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 看起來比較瘦 我其實轉個彎就是 你這個很醜 拿走 對吧 可是我的意思說 我都會用打關槍的方式 導致於就會被人家說 第一 我假假的 第二個說我心機中沉浮生 這件事我真的是蠻苦惱的 我覺得我們這邊會比較困擾的是 我們曾經試圖要打關槍 但是真的不適合我們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內心骨子 就覺得做這件事是不對的 因為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是家裡蠻有的 但是因為他想要自己創業 他要做一些自己的東西 那家人當然就丟了一筆錢 然後他開了這個實體店面 然後他就問身邊的朋友說 那你們有沒有認識一些 譬如說我們這行業會有很多 認識什麼行銷 管道那些介紹 那當然我們身為朋友 就不太敢亂介紹 因為這個一下去是要一筆錢 對 那就有人會跳出來說 我跟你講我認識一個他很厲害 他還專門做行銷的 他說他帶過那個什麼藝人 跟誰合作過 他有跟什麼廠商接洽過 他把他講得超級厲害 可是因為我們在旁邊 聽到這個故事就會想說 我在缺你這麼久 我也不知道他沒有合作過這檔 我什麼都沒有聽說 但他把他講得跟真的一樣 那我也不好意思拆穿 因為感覺好像直接打人家臉 如果真的有咧 那我們就好 就看這場戲 那這個人就介紹去公司 他真的就開始認識 就說我會幫你做行銷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們需要一筆多少錢 然後就每一次都這樣 需要一筆多少 一筆多少 都不便宜 每一次都好幾十萬 那是要錢 可是每一次好幾十萬 給出去之後就沒有成效 然後到最後 最後 最後 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問他說 你現在公司剛開 大概差不多半年左右吧 還好嗎 然後我朋友才跟我想說 一點都不好 他不是介紹一個行銷來 他錢全部就中保私了 他根本沒有在做行銷這件事情 我說那這個人呢 他說 公司剛開然後就負債 他至少破百耶 對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會檢討自己 如果當時我不要打官腔 我當初已經講說 不對 這個人 我覺得有問題 直接講 不要用他 我直接講 他是不是就不會賠這個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們會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看更多的 真的嗎 這個人還要回家